- 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第四天的Webinar Week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Innovatrix的婷宇 还有Innovatrix的Made 新加坡 我和Jason会在这边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Session 婷宇会负责做简报 后面会由Made来做Live Demo 如果各位在过程中有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Q&A的Session提出问题 你可以举手对谈的方式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留言的方式在Question的地方 那我们在会后在Q&A的Session会回答你们 OK 好 那我们就赶快交给婷宇 好的 谢谢Andy跟Jason 那现在我会 各位看得到我的简报吗? 有 看得到 有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话主要当然很感谢 Network Optics这边的安排 那跟Innovatrix的话 Innovatrix本身是一个 我先做一下稍微的介绍 就是是一个斯洛伐克的 专注在演算法的一个公司 那我们本身的话 因为是欧洲的背景 然后加上我们大部分的人员都是以RD为主 所以说超过70%的员工 那我们全球有150位左右的员工 超过70%都是所谓相关的这个研发人员 或者是做这个技术相关的一些支持啊 包含前端的开发以及后端整合相关的这些 所谓工程师 那今天待会会介绍更多的是关于SmartFace 这样子的一个脸部辨识的平台 那它是一个我们针对实体监控 包含这个门禁系统或者是监控系统 然后一起做一个搭配的一个脸部辨识的演算法 那它称之为平台是因为我们会跟监控系统 像Network Optics这样子做一个完全的整合 然后去达到去满足客户相关的一些需求 那当然它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应用 那在我今天整个做完简报之后呢 会后就是后半段会由Mate 我们在亚洲区的一个主管 然后他会针对我们怎么样跟NX在搭配上的一个应用 然后以及实体界面的展示 那这样子的话会让各位有更多的了解 就是一个脸部辨识的品牌如何跟监控 或者是跟门禁或是跟其他的应用去做一个完整的结合 那关于Innovatrix的话 我们当然是一个生物辨识背景的一个公司 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透过 或者是指纹甚至于掌纹以及红魔等等的去能够立刻的去辨识一个人的身份 那这个是生物辨识技术的一个主要的主軸 而今天我们如何能够透过这样的技术 然后去让人们能够立刻熟视于其他人 然后去创造一个互相信任的世界 这个是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个意念 那整个公司在整个全球的生意上面达到了哪一些可能成就呢 包含所谓在建制资料库上面 其实全球上面已经超过10亿笔的人 已经被注册到的系统 那它注册的方式可能透过不同的一个生物辨识 包含脸部 包含红魔 包含指纹 以及我刚刚说的掌纹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应用 那从04年到现在 其实Innovation在市场已经是第17个年头 整个在市场的专案经验非常的丰富 那整个涵盖的范围的话 是超过500个落地的专案经验 然后以及涵盖的范围超过80多个国家 那这些国家的话 甚至于我们在非洲的涵盖率非常的高 那这个对我们的整个演算法的精进上面有很大的帮助 是因为第一个是资料库的来源非常的丰富 然后再来资料库并没有限定在特定的人种上面 或是区域上面 而是来自于世界各地 那甚至于对于不同的肤色啊 人种啊等等的资料库都相对的丰富 而且有很多的落地经验 所以我们的演算法在这种不同的人种啊 不同的人之间的一个准确度上面 是有一个很显著的提升 那这都归功于我们在很世界各地有很多专案的经验 然后这个资料库的丰富性 然后能够促进演算法的准确度 那这是一个国外整个的成就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点路辨识平台 SmartFace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就是针对一个实体安防 实体监控的一个应用 去做一个设计的一个这样的平台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聚规模性的 如果我们今天想到可能是单纯的门禁应用 或者是监控应用在商业道里面 可能是只有几个路数的一个眼向串流 然后去做脸部辨识 那可是它也可以叠加到可能上千路 甚至于上万路的一个程式安防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所以是非常具规模性的一个平台 那它可以同步去处理大量的一个影像串流 我们今天讲的大量 包含资料库的大量 以及说影像串流的大量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在处理这个所谓即时的影像串流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脸部的一个偵测 我们说的tracking 然后包含detection 然后追踪tracking 然后提取就是extraction 就是将这个脸部的影像 转成我们的独家的特征码 那就可以做一个特征码之间的比对 然后达到一个脸部辨识的效果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兼顾一个准确度跟速度 那待会会提到一些相关的认证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演算法都是我们自己独立研发的 那包含从注册开始 然后一直到脸部辨识 这样子的一个演算法 跟软体的平台 都是我们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独立开发的 那它各种应用的场景 可能就包含刚刚提到的实体监控 今天跟Network Optics 最主要的就是关于门禁监控这些的整合 那以及说录影调查 是待会针对警方的部分 我们会做一些稍微更多的介绍 那是一个警方在做犯罪搜寻 然后犯罪调查 然后嫌疑犯的一个追踪等等的一个应用 那其他的广泛应用的话 可能今天会包含所谓 现在远端办公 然后会有这种脸部授权的需求 或者是说所谓伤情分析 在零售店面你需要知道一些大数据化的一些分析 然后我们还要做到趣事的话 也就是我们并不知道该员的真正身份 我们可能只会给他一个流水码 像这样子的一个年龄性别 然后以及跟甚至于跟PoS系统做整合 这些其他方面的应用 那可能会后我们会找机会 再找时间去做深入的讨论 那今天会专注在门禁监控的程度调查上面 那主要的一些功能的话 刚刚讲到了脸部辨识 一些暗藏的实体利用 我们待会会做更多的介绍 那整个功能的完整性 在Smartface这个平台上面 可以做到一个完整的呈现 包含相关的操作界面 然后设定等等 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 自己设计的一个界面 然后能够跟NX的整个平台 还是搞在一起 那另外我们会有自己 资料库的一个登记站的一个设计 包含Mobile App 以及说可能透过网页的方式 去做一个资料库的注册 人员的一个注册 然后未来的脸部授权跟比对 那NX的话是一个 美国的一个认证的机构 那他针对所有各家的 脸部辨识演算法有做一个评比 那我们在这上面的一些评比 都是属于名列前茅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 这个相关的评比 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各种项目 那从一对一的比对 到一对多的比对 甚至于近期因为COVID的关系 有口罩的辨识这些 那这个的话 InnoMatrix都是一直有去参与 这样子的一个评比 那也有完整相关完整的报告 那本身我们是 纯软体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我们也是一个很开放的平台 去跟第三方 像Networkdix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去做完整的一个整合 那是透过一个metadata的方式 那待会就可以看到 在中期资料的整合上面的一个呈现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那再来就是我们支援各式的一个硬体的平台 那包含从操作系统上面 有Windows的版本 有Linux的版本 然后以及说各式的包含 Intel的Server 或者是AMD架构的Server 那我们甚至于可以用到 纯CPU的计算的方式 来支援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运作 那当然用GPU搭配CPU 是会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做法 那小到说我们像一般的小型的IPC 我们所谓Jackson NVIDIA出一个Jackson的平台 那那个我们都做了一些完整的一个测试报告 所以说就可以知道说 在把同样包含NX的软体 加上Innovatrix的软体 放在同样一个小排的IPC里面 这样子的效能 我们都做完整的测试 而且有落地专案的经验 那各式摄影机的话 就是因为本身NX也支援各式的摄影机 那我们的话也会支援各式的摄影机 那讲到使用情境的话 就是关于门禁的部分 然后可能针对实体监控的话 就是风光安全的部分 以及录影调查的一些介绍 那我们这边在讲门禁的时候 为了做出有效的区隔 因为虽然我们的演算法也有支持 就是所谓平板测温平板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但为什么人们会更偏向使用摄影机 来去达到一个门禁安防的需求 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所谓无感 无感的使用体验是说 我们可以用既有安装的摄影机 它可能不是在闸门机周围 去做一个新的建制 很多甚至于是直接放在闸门机上面 用一个所谓半球型的摄影机 那这样子的话 那对使用者来讲 他的体验并不是很好 因为他觉得 其实很多像欧洲 或者是其他有些地方 他们对个资 或者是个人隐私很考量的情况下 他会觉得被冒犯 那这时候如果是你既有架设的摄影机 他可能是在一个天花板的位置 或者是他可能是一个 比较远距离的一个概念 这时候人们不会觉得说 我今天进出我自己的办公室 或者是进出一个公共区域 然后是在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五感 就是用既有的摄影机 来达到一个脸部辨识 然后触发门禁开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一方面 他是接收了所谓即时的影像 做即时的一个身份认证 那我们也可以跟 透过所谓DIO也好 或者是维根讯号 来去达到一个门禁管理的系统的一个整个 那进而可以达到所谓考勤的一个效果 那最后就是我们透过摄影机 一般的摄影机 不需要3D的摄影机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活体辨识 这样的一个效果 而这种活体辨识我们 能或称为passive 就是被动式或者是自动式的一个活体辨识 我们是从影像直接去做一个判断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使用者并不需要跟系统做任何互动 那因为有些测温平板 他们需要做的互动 可能包含摇头 或者是点头 或是微笑 你必须要跟系统有一些互动的时候 才能达到活体电视的效果 那其实一方面又耗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使用者的体验也会非常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粹用软体 不需要特殊的摄影机去做搭配 就可以达到活体电视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系统可以有效的判断说是真的人 还是说你是用一个影片或是照片 想要去欺骗系统 想要达到一个可能被门禁系统认可 然后可以通过门禁这样子一个目的 那这样子的侵入式的一个目的的话 我们都可以透过活体辨识 有效的去做一个预防 那在门禁判断上面的话 Innovatrix Smart Face这个平台 它是可以做到距离的一个感测 透过一个人员之间的顺序 然后以及说它画面中的大小 那这是摄影机才做得到的 因为今天假如今天是测温平板的话 其实很多的条件下面它都是做 你必须要靠近这个测温平板 然后达到1对1或是1对多这样的一个 比对那其实都是有一个固定的距离 然后人员在画面中也必须占很大的一个比重 这样才可以有效的去做一个政策 那我们今天用摄影机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除此之外还可以做到距离感测 那可以想象几个情境 比如说包含人员1 那他今天是被注册的一个人 然后他是大楼的可能这个公司的员工 然后他想要进到大楼内地 那这时候人员2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士 企图想要尾随人员1 跟着一起进到这个大楼 那这时候因为我们一方面有这个 距离感测 然后另外一方面同时间 因为摄影机都已经抓拍人员1 2 3 所以他其实都知道该员的身份 那这时候不知名的人士企图靠近了 炸门机想要通过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做一个发报 那这时候可以提醒人员2 他可能只是访客 所以请到柜台去做一个注册的动作 或者是说他是黑名单 或者是不被认同的人士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做一个发报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可能人员3 他虽然在大厅里面 然后已经被摄影机抓拍到 也做了一个不辨识 但他可能只是跟同事在聊天 他还没有任何的企图 或者是说他没有想要进到办公室的区域 那这时候虽然系统已经辨识到楼 但是他不会去触发门禁开楼 因为他的距离的关系 那直到人员3可能有走靠近了炸门机了 然后因为距离感测的关系 我们去做一个逻辑的判断 那这时候才会去触发开楼 那这时候就可以预防这种所谓 砸门机一直开开关关 然后一直侦测到人 然后造成系统的附和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防止所谓 刚刚讲的情境尾随的一个情况 录影调查 那这个是针对一个警方 在做一个犯罪的预防 或者是事后的调查的一个设计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透过有效的一个系统 然后跟NX可以要到这个录影资料 然后注意之后 进入到Smart Face 这个Video Investigation 这个功能下面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缩时的一个回放 那回放了之后 可以这个缩时的倍数大概最快 根据硬体效能 可以达到25倍数 那25倍数的话 其实我们大概先讲20倍数 那20倍数的话 可能一个小时的录影片段 大概只要3到5分钟 你就可以回放完成 那回放完成以后 系统就会找出所有在这个 一个小时的录影片段 里面出现的人员 然后并做人员的脸部辨识 跟后台资料库做好一个比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过往可能在警方的使用上面 他会花非常多的时间 去看这些相关的录影片段 然后企图找出相关的人等 或是嫌疑犯等等 那透过这样子的功能 我们可以有效的去把整个犯罪调查 或是录影调查的一个过程 去缩短 那将近20倍数 这样子一个缩短 那这样子的话 对警方的一个效率 会是很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有一个录影影片的片段 然后直接上传到你的系统中 你就可以把有人脸的部分 把它收听出来 对,并做好比对 并做好比对 那举例来讲 比如说可能警方有个犯罪资料库 或者是所谓限制出境的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做一个即时的 就做一个事后的一个 等于缩时的一个搜寻 那这样子的话 他可能 比如说这个资料库可能30万笔 所谓黑名单 那这时候除了这一个小时的录影片段 在3到5分钟回放完成 我们抓出所有的人脸 并做完比对 然后出现说比对的结果 嗯 这是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这边我也想多请问一下 所以是要从NX先汇出这一段影片 然后再汇入你们那边 还是说是直接从我们Archive 给时间 就拉Archive的串流过去 基本上这个收的都是RTSD 所以说其实只要说我们输出一个片段了以后 它的input 然后透过这样子一个录影片段 对 是是是 所以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功能会是独立一个功能 因为平常Smartface在处理的是即时影响 那这个Video Investigation 就是事后回放 那你就会把所有的资料串流 弄成Video的录影片段 然后再input到这个Video Investigation 那再来就是关于所谓公众地点的一个即时影像的监控以及预防犯罪 那这边会提到一个几个特别的功能的话 特别在针对影像分析 那这边为什么讲影像分析而不是脸部辨识 因为其实在Smartface这个平台上面 它也具备了几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所谓行人侦测 就是它的人型会侦测出来 它可以做一些人员的技术 那以及刚刚搭配所谓活体辨识的一个效果 因为今天假如你是用影片跟照片 甚至于面具擋在你的脸部前面的话 这时候其实你的形体还是人 那我们会这个影像分析的部分指的是说 我们对形体会做一个判断 那这个可以做到另外一个部分叫做深度学习 那深度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训练演算法 做出特殊的一些肢体动作的一个训练 那像现在我们有专案是在针对所谓的 投降这个动作 因为在城市安防上面 你在街上其实不会没事做出投降这个动作 所以这时候警方的要求就是说 我今天做出投降的动作的时候 在街景上面的即时影像 做出投降动作的时候我要发报 那这个是有被有效的训练到我们的演算法里面 那这时候这种影像分析是针对犯罪调查 或者是犯罪预防 这样子一个目的去做演出的研发 那当然整个的黑名单白名单 这种是可以做很弹性的管理 那我们有一个即时通报的一个部分 那搭配NX的平台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很细节的一些 可能像是日志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来去做一个输出 那这样对警方的可能长官啊 或是管理阶层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最后当然就是我们整个软体的 跟NX的平台的结合 那这样子的一个应用会是更广泛的 好那讲到一些特殊功能 因为相信各位听了非常多的一个 脸部辨识演算法 现在已经算是市场上的一个显缺 那到底Innovatrix加上Smartface这个平台的特殊点 到底在哪里 首先第一个就是所谓自主的名单学习 那这个的话就是也是深度学习的一个展现 就是透过每天的使用 其实系统会去抓拍有效的影像 然后去做跟资料库中间的一个比对 并且去更新资料库 那所以说今天假如使用者容貌上面有一些改变 可能今天他戴的眼镜 他可能把形上的不同 或甚至于说他可能因为任何关系 好像最近的话因为口罩 因为COVID的关系我们戴的口罩 或者是有任何其他容貌上的改变 系统都会抓拍这些有效的影像 去跟原本资料库的档案去做一个平均值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效的精进这个演算法的阻确度 这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名单自主学习的一个功能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使用者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因为他每天都可能经过了闸门机 然后去上班 每天进进出出的系统自己就会选取这个影像 来去做一个资料的更新 以及所谓特征值平均值的一个这个更新 然后这样子的话准确度就有 可以做到一个有效的方式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讲两件事情 当然这是针对COVID 现在所谓新型态的生活 那大家都会佩戴口罩 或者是说佩戴口罩的情况下 可能还戴了眼镜或是太阳眼镜 那这时候其实系统也都可以做到一个判断 就是说所谓第一个是有没有佩戴口罩好 好 佩戴好口罩这件事情的一个判断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佩戴口罩下 我们依然可以辨识该源的身份 这两个目的都可以达到 那当然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搭配一个门镜的控制 好那关于活体辨识 我们刚刚都有稍微提到 那可以看从这个简单的影片中就看得出来 其实我们今天用照片 然后或者是说用不同的方式 都可以去判断说这个人是真人 还是说我今天是要企图欺骗系统 那这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发报的分类 就是属于这个你用了影片或照片想要欺骗系统的部分 那今天戴的口罩依然可以做到辨识 那这是我们整个这样子的一个简报的部分 那待会的话 Mate会整个展现相关的一个跟NX的平台去做的整合的部分 以及说一个即时的一个展演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那这个 因为Innovetries它是比较是由生物辨识出生的 所以它不单单只有脸部辨识 你可以说是从门禁其家去做这样子搭配 它现在有脸部了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功能都比较偏向于去辨识 你是不是合法性的这部分 比较专注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个Mate的LiveDemo OK 那我把这个Mate设成Presenter OK Mate, you are on now Mate, you are on mute 暂动 Birds 你的暂 guest 你呢 没问题 Mate是我们的区域的主管 然后他现在人在新加坡 那到时候关于技术的服务 也会是由Mate来去做一个提供 所以这样子的话 可以达到一个零时差的服务 在整个亚洲区的话 或者是很小的时差 那Mate现在展演的就是一个即时的影像 然后透过他的即时影像 然后以及NX的整个界面 那就做一个即时影像的展演 跟整个相关功能的一个介绍 所以现在就是属于NX的一个界面 然后以及SmartFace这样一个平台的 一个中期资料的整合 所以我们就是架构在NX的一个平台上 然后有SmartFace这样子的一个 脸部辨识的一个算是软体之间的整合 那这样子的部分的话 都有相关的设定 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调整 这个SmartFace plugin 这个SmartFace plugin has very simple quite user-friendly configuration directly here in the NX Witness user interface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SmartFace在NX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是有一个很容易于使用的一个设定页面 然后以及说相关参数的一个调整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关于两个平台 怎么样在server跟server间去做一个界界 然后透过什么样一个Port 那再来的话是相关的一个中期资料 如何在即时影像上面做一个呈现 这些都是可被设定的 那这些细节的话包含脸部的部分 然后所谓年龄性别 然后该员的身份 然后该员的群组 就是他在黑名单白名单 或是相关不同的群组 以及说所谓 如果今天要去识别化的话 他有一个系统给定的流水码 这些目前都是可以被呈现的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说今天我要呈现的叫做 一个随机的流水码 而非定语 或者是说Andy或是Jason这样的一个身份 Besides the basic metadata we are also pushing some analytics events into NX Witness from SmartFace so it's very easy to configure some events some triggers based on identified person non-identified person or different metadata which are pushed from SmartFace to NX Witness and to create different actions so create bookmarks or to trigger an alarm or basically anything that is enabled in NX Witness 所以除了中继资料的一个呈现跟设定之外 我们也可以设定所谓警报的触发类型 那包含可能该员是被注册到系统里面的 所谓被授权的人 或者是所谓不被授权的人 所谓 unknown不知名的人士 那当然这边所谓被授权的人 可能他有可能是两种 一种是说他是被列入白名单的 所以他是VIP或者是内部员工 另外一种是说他是在黑名单里面的群组 那他依然会被通报 只是说他可以用不同的事件的触发 来去做不同的作动 那包含说可能书签的相关一个设定 之后我们可以在录影片段里面直接搜寻 可能Andy 那这样子就可以找出Andy今天出现过的各个时段 这样子一个书签的搜寻 或者是说相关脚本的设定 然后来透过NX强大的一个事件的管理 跟触发的一个逻辑 来去做很多不同的应用跟作动 So once both NX Witness and Smartface and the plugin are configured You can start using the PMS along with this real-time FR As you can see we have a very smooth really powerful and high performance and very accurate integration and FR engine which keeps sending these metadata into NX Witness in real-time so we can display this bounding box face tracking and all the metadata and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very smoothly in real-time 所以除了刚刚提到的中期资料设定 然后事件相关的设定 一旦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即时影像上面 这样子一个中期资料 在Mate的脸的下面去做一个呈现之外 那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 然后整个系统 今天Mate应用的是它自己的笔电 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们在准确度 以及说所谓硬体效能上面的消耗 其实都是相对小的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完整的呈现 不会有所谓延迟 或者是说整个中期资料上面 一直做不断的改变 或者是不准确等等的现象 在这一些现场的封面 我们现在设定面 这些是个例子的组放在这设定内 现在正面击出来的 看写数字中 这些或是 证据的性格 这些人也会包括这些人它们的性格 这些人可能相关的 这些人可能对 业用人作用例 例如 那有些帖物 这些人是看到人 当然 and of cours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so once this person is registered in a watch list in the blacklist for a different kind of gallery, we also display the name of this person right now you can see I'm registered as James Bond, he's not my real name 那这个中继资料的呈现的话 除了刚刚提到的年龄和性别 是针对这些商情分析的应用 大数据的收集 针对零售店面这些可以比较相关的 那除此之外就是跟COVID比较相关的 就是所谓店 口罩有没有佩戴 佩戴好 那佩戴好的话 他就会写说 到时候会有一个max percent 就是你有佩戴口罩 那现在是属于没有戴口罩的状况 所以就是no max 那另外就是这个人员被注册的一个名字 跟他所属于的群组 那像现在Mate用的是这个战予四旁博 所以就是007 那是他的一个绰号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他相关的一个ID 以及最后一个部分 是他得到的一个分数 那是Tingy mentioned earlier Innovatrix face recognition is continuously top-ranked in NISD benchmarks in terms of face recognition accuracy and also performance. Thanks to this high-performance face recognition algorithm, we are able to detect, track and identify multiple faces in real-time, even in very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Thank you very much. So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these days in face recognition means multiple things, but first of all, faces with face masks. This is something very typical these days, and we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vendors. We just have to deal with these new conditions, and we have to be able to accurately recognize, detect, and identify faces, while the half of this face, the bottom part, is completely covered. So now, because of COVID-19, it is important. 口罩的部分是一個很重要的現缺 那Mate現在即將展演的所謂其中一個嚴苛的環境就是 臉部辨識系統必須在至少半邊的臉被遮住的情況下 依然達到準確的辨識 這是第一件事情 But this is still not something that is a real-life use case In a real-life use case, we have CCTV cameras on a ceiling Or we have access control cameras sitting on a turnstile, for example And those are cameras which a user, a person is not interacting with Even if the person is in front of the camera Usually they are not looking into the camera And in many cases, not only the bottom part of the face is covered But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face cover Or the faces are only visible from an angle and not from a frontal perspective So we just mentioned that the area of the background is not like that Mate This is not just like that Mate Just wearing a mask and just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camera Many times, the window unit is used to be In a large-scale camera camera Although the camera camera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amera The camera camera is usually from different angles From the skylights, from the skylight, 2-3 meters Or even in many shops have flew high Or some camera camera is located on the front of the camera 手机上面,所谓半球形的,由下往上照 这时候的摄影角度都是非常挑战性,具有挑战性 除此之外,人们可能除了戴口罩之外 他还会戴不同的部分 像我们今天除了Mate以外,三个人都有戴眼镜 然后可能有些人会戴帽子 那他不会刻意,使用者不会去刻意盯着镜头去看 为了达到脸部辨识的效果 尤其今天我们用的是摄影机 那他也不见得会想要跟所谓平板去做一个互动 所以这些都是造成很多演算法没有办法运作的一个情况 但Innovation Smart Face可以 Which means in a real-time, in a real-life scenario we must be able to detect, track and identify faces even when the person is wearing the face mask the face is only partially visible and the face is visible from an angle for example, the person is not looking into the camera just crossing the turnstile while the second camera is capturing the face you can see that even in such very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we are able to detect and identify those faces so even if just a part of my face is visible let's say only 30% of my face is visible now still, Smart Face can detect this face and track this face we can also identify that this is Mathe so it can find me in the watch list and it also can identify that this person is wearing the face mask so now the mask is present if I pull the mask down, it says no mask So I just mentioned in a very small picture of the camera or the face mask or the face mask or even the face mask like the MADES shown in this video it's a part of the face mask and it's also wearing the mask mask that's actually wearing the mask mask It's only about the face mask and it's about 30% of the face mask so the same thing the system can still be determined it is Mathe which is the name of the mask mask the mask mask 至少有cover到鼻子这个部分,这个是系统会去做一个判断 那Mate每次遮住镜头的目的是为了让系统重新跑,然后去告诉各位说这个真的是准确的 而不是说因为系统一直持续的讲说它是Mate 所以其实那个判断都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再次强调其实今天Mate是用一台Laptop 而不是说用一个很power的PC server在后面,然后加了GPU加了很多的CPU去做一个单路的运算 待会的话Mate会做一个更多的展演是关于说今天在NX的下面可以直接用Web Browser 开启我们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界面,所以对使用者来讲它是一整个整体整套的一个界面 解决方案 所以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用了一个真正的镜头 直接从NX Witness,跟SmartFace的运算 现在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们用了一个设计的设计 设计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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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创设计 在NX的界面下面我们透过网页的部分去开启,那这时候可以达到一些设计 以及说简单的一些即时影像 因为我们的系统并不是专门设计像NX这样一个专门设计给处理即时影像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的话只会提供两路的一个即时影像 然后以及下面会有一些相关的通报 那这样子的话也许对于警卫等等的,它会更简单 因为它不需要做任何系统设计 然后它就是看这些即时的通报 去确保这种比较大量的人流 或是每一天可能上班尖峰时间,这样一个人流的进出 那它不需要去一直盯着萤幕看 那当然它可能在负责的,像现在警卫大部分都在负责测量体温 或者是看人员有没有佩戴好口罩 其实它没有时间一直去盯着萤幕看 那这时候只要一旦有相关发报的时候 它会收到一个即时的通知 可能透过NX事件的触发,我们发出警报声 或者是发出,请被戴好口罩等等相关的一个部分 那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很实际的应用 So this is the built-in web-based user interface of Smart Space Platform which is of course not supposed to replace the VMS so this is just an extension of the VMS this is not built to watch hundreds of different video streams we only display a few video streams here we don't need too many because we have VMS for that this is to check some notifications in Smart Face just to have a very basic dashboard so we can see all the detections all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here and of course to manage the system and to do some basic system configuration 这个界面设计其实是为了搭配VMS的平台 去做一个应用的 因为像我刚刚讲到了说 这两路的摄影机其实做即时影像 我们并没有办法去处理可能上百路 或者是非常多路的一个路数 同时的一个即时影像 那另外的话 它其实只是做一些简单的触发跟通报 还有相关的一些参数设定 然后方便使用者去使用 所以并不是说今天要去做一个取代 反而是做一个搭配 这样子的话对使用者来讲 会更容易使用 然后也会有相关参数可以设定 然后但是即时的影像 跟事件触发后的一些作动跟脚本 那个还是要透过强大的NX的这样一个 我们有两个视频的视频 一样的视频 一样的视频 是我的 real-time camera 我的 real-time webcam 一样的视频 一样的视频 是一样的视频 那么我们的视频 视频 对于这个视频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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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实时 以及 这种视频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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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编led 视频 视频 效er 视频 资ики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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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边是属于一个录影片段的一个回放 那它同时用它的笔电在处理这两个影像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呈现 那下面的部分的话 它是一个即时通报 那如果今天没有被注册的话 它就会出现一个unknown的一个不知名的人 然后说它没有被任何的身份去做到比对 那如果下面有另外出现一个照片 就是它注册时的照片 那中间还会出现一个相关的分数 它比对的一个 用了多少特征值去做一个比对的一个分数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到一个简单的区分 所以这是一样 是为了使用者的方便去做的一个设计 This interface also serves for managing watch lists So here in this interface you can create any watch lists you can create black lists white lists you can create different galleries now I'm watching this demo watch list you can upload new photos to this watch list from different endpoints it can be this web page web based interface it can be a cell phone it can be an iOS or Android application which is also integrated with smart face and eventually those end up here in this user interface this is my current profile as Mate of course as you can see I also have another profile as James Bond I have two different profiles here I'm going to use this profile to explain watch list auto-learn And as you can see This picture also can be used as a name per entire list and if you can see in this image can be used to have a lot of the different photos or information or information slowly and after that Mate will use the classification to explain and the image you can write exactly the image and the image under the image not just James Bond but in the image the image to explain the main recording 自主學習這個部分那這樣子的話可以知道說每一天你進出然後這個名單如何系統會自動的去增進這個準確度並且更新相關的一個資料 所以說這樣子的一個功能我們剛剛提到是Innovatrix SmartFace這個平台一個獨特性那透過每一天可能一些 這些容貌上面的改變或者是每一天的使用系統會越來越準 這個名單的一個註冊的時候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可能包含直接上傳原本既有的名單的照片可能所謂員工的照片可以直接上傳 也可以透過我們設計的Mobile app 已經做好的Mobile app去做一個眼部的抓拍 所以像第一張照片其實是Mate自己用手機我們搭配我們的App去做一個臉部的抓拍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一個位置 然後做一個很完整的抓拍 所有的照片都射擊都是A 這些照片都可以同步的照片都可以使用到我的圖片 這些照片都可以採用 而是AutoLearn的照片 這意味道這意味道它們的照片都不在地上 但是這些照片都可以列出了些照片的照片 而是這些照片都可以列出了自動畫的照片用手機自動畫面的照片 用這個照片是自動畫面的照片 使用來自動畫面的照片 所以每次當初次畫面的照片都顯示我的照片 顯示出了我的照片 It also updates my biometric profile, and it remembers my face from that particular point of time. And it's a great amount to add to the contents of the file. This helps the system to become exceptionally accurate because we keep learning how a person changes. Every time I arrive to a building with this surveillance system enabled, for example, my face is slightly different. Sometimes I'm wearing a hat, sometimes I'm wearing a black face mask, sometimes I'm wearing a white face mask, I'm also getting older, I can gain some weight, I can lose some weight, sometimes I arrive early in the morning with very strong sunlight, I leave the building in the evening when the lighting is not so good. So from the camera's perspective, these are all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at person is always different, so we keep learning and we keep updating this biometric profile of a person, so we become able to detect and identify this person in many many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conditions very accurately. The ability of this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thing for the public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thing, so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often in different stages, for example, when you're working on the other side, you may have a very strong light bulb, because many big floors are透明玻璃, so there are times it will tell you that a system is ready to go to the morning, and in the afternoon, you may have no strong light bulb. 这时候可能就不准或是变得更准 这种很多情况下 根据时段的不同 根据每一次进出角度的可能不同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摄影 看着摄影机 有时候你可能盯着手机看 你是一个侧脸的情况 然后有时候可能因为大楼任何的关系 可能光源是充足的或是不充足 可能你是晚上才离开办公室 然后可能那时候大楼都关灯 然后以及说每一次你可能容貌上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你今天有戴眼镜 可能明天没有戴 今天有戴帽子 然后可能今天戴了不同的样式的一个口罩 你的脸部被涵盖 被覆盖的范围都不同 所以这时候如果系统因此而变不准 或者是没办法判断 这是我们常常听到业主会有的一个情况 然后变成说他必须要抠 可能是技术人员去现场再做一个调教 可是他针对那个时段调教以后 可能其他时段又再不准 所以这个Auto Learn这个功能 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我们透过不断的一个自主学习 我们可以去因应各种光源 摄影角度 以及容貌的一个不同的改变 这样子就达到越算越准 越用越准的一个效果 这三个组织的组织 我们想要给你 是一个特别的组织 的SmartFace designed for physical security so we have a special extension or plugin or integration of smart face which is designed for security personnel so this access control or security dashboards with these modifications is designed for a security guard or a receptionist in a building for example and this same smart face integration is also connected to the physical security system or the access control back end of a building which is triggering different barriers first out using dry contact or weekend interface so it also goes with a hardware integration with the physical barriers so you want to be in the horse and you the other part is also a smart face model that the model of the design 除了即時的影像跟通報之外 that of course it is a web of the web so it can be completely put in the NX架構 then it also goes with the DIO or the basic connection of the data or the output or the output or the input of the device to do a device or a device that is the way I do a different so that layer must not be used to through too many because some people may think maybe I'm done with it, I'll go through the NX 然后再接接可能MOSA的DIO 然后再去触发门禁开门 这时候Layer一夺 其实中间只要有任何的网路讯号 或者是任何的原因造成的Latacy 可能实际感受就会是2到3秒 才触发门禁开门 那这时候人可能都已经走到闸门机前面 那今天Smartface的这样子的一个模组 我们直接已经整合了DIO的控制器 或者是微根讯号 我们可以把脸部的ID直接转成卡号 然后去跟门禁系统做沟通 那这时候的Layer就会比较少 因为直接只有Smartface对了这个门禁控制器 那这时候就速度上面 或者是整个感受通报上面都是一体的 因为Smartface同时触发NX的相关的一些作动 或者是事件 然后Smartface可以同时触发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即时影像的一个通报 的一个呈现 然后Smartface也同时触发门禁开门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以Smartface作为核心去发散的状态下面 这些其他的作动都是同步的 而不是说今天要透过好几层Layer 因为甚至有些人会在暗场应用上面是用摄影机的干净点去做门禁触发 那这时候还多了一层摄影机 所以那个Layer一多 我们在实际的暗场应用碰到很多的回馈 关于业主的回馈或者是使用者的回馈都是Layer一多速度就慢 然后就达不到即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体验 所谓五感的猛进 所以我们今天以Smartface为核心 然后跟NX做完整的搭配 它的目的像刚刚各位看到这个Dashboard 它并不是要取代VMS 它是跟VMS要做一个完整的结果 所以对使用者来讲它都是一体的 因为今天Martin还是在NX的整个界面下面 用Web去开启这样子的一个模组 所以这个画面我可以consider它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人脸点名 人脸点名 就是打卡上下班 大家就是走进去办公室 然后被照到 然后通常那边都会有一个monitor 然后我是员工 我会看到那个monitor 看到我的脸出现了 代表我被点到没了 然后我就进去上班 这个可以拿来当那个用途 对不对 可以当那个用途 Martin Andy is asking is like we can have a feedback screen like a big monitors at the front desk or receptions and to show if people are successful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system like a time tendency purpose So yes, there is a feedback screen 是的 我们也有这个模组去支持所谓 feedback screen 所以它会直接通报说 今天是什么人 然后有被系统弄到 所以其实应该说这个界面 比较是适合给security guard 警卫人员去看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可以一直看的荧幕也可以 这时候人员有没有配戴口罩 因为刚刚秀出来都是所谓 现代Martin没有戴口罩 那如果他口罩戴好了 但是他可能晚上 比如说他用这个手机或者是照片 想要欺骗系统 那这时候会有一个spoofing 这种是属于活体侦测的部分 所以其实这个界面 如果真的要规类的话 比较偏向是给警卫 那您刚刚讲的是个所谓 monitor 然后feedback screen 然后秀在一个大的荧幕上面 给员工 看到他有没有成功的打卡 或者是成功的被系统辨识 这时候是属于feedback screen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ACS Terminal 这个部分 那这个也是由smartface去触发的 所以其实这些整体都是一体的 而不是说分了很多的阶层layer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延迟的感受 那就打不到我们说的无感门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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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magine this camera is sitting on a turnstile or at the entrance of a building where this camera is monitoring everybody, every person who is trying to cross the turnstile or enter the building also this camera and smartface is integrated with access control backend so it can also trigger the turnstile open or close the door and let's say there are three conditions of entering this building or crossing the turnstile the person must be registered it must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building the person must wear a mask and also this person must be a real genuine person not some sort of spoof 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现在的这个情境 就是所谓的门径管理 今天摄影机可能是坐落在闸门机上 或者是一个既有安装的摄影机 然后去做脸部辨识 以及门径出发开门 那这时候 会有三种情境 如果人员想要成功的通过这个闸门机 然后去上班的区域 那他必须是被注册的人员 然后他已经被系统注册 是内部的员工 他不是任何的黑名单 或者是需要被通报的 另外再来就是 所谓他有戴好口罩 有佩戴好口罩 然后再来就是 他不是任何的照片 或是影片 所谓活体侦测的部分 他也必须通过 这时候才是一个成功的 一个被系统认证 然后可以进入的一个人员 那Mate就是很即时的一直在展示 所以如果我要轻便系统 如果我没佩戴好口罩 如果我是没有被注册的人 然后你看到那些整个影像 都是很一体的 然后都是透过一台笔电 就可以做到这些所有的模组的触发 Mate, you're so busy Mate,现在忙碌了 一直在做一个机器的展演 一直在做一个机器的展演 I can just cross this door The feedback screen displays This welcome message And this passage Is just recorded As a passage Which is okay So nothing to do here But if I'm not wearing a mask Or I'm trying to use a spoof I'm trying to use a cell phone screen Or a printed photo Instead of my real face All those events are detected And displayed In this notification bar Here in the real time 所以Mate,刚刚在做不断的切换的过程中 一直在企图 扰乱系统也好 或者是让系统说 没办法做出成功的辨识 但事实上所有的过程都有被记录 包含这边中间所谓 Spoof 就是用一个照片 来去欺骗系统 那它都会及时的 虽然它有被比对到 但是它会判断出来 你是用照片 所以这个是活体辨识失败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没有佩戴好口罩 或者是说你今天口罩没有戴满脸 所谓cover至少到鼻子的部分的时候 那这都属于这种没有佩戴好口罩 其实系统就是一直不断的发报 都是非常及时的在处理相关的一个通报 以及说跟MX做一个作动 那这是feedback screen 如果今天有一个大型的monitor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员工可以自己透过看到monitor 就知道自己有没有成功的打卡 或者是说他今天其实是没佩戴好口罩 然后需要把口罩戴好 那也甚至于说他今天是访客 然后他是一个不知名的 那请他到柜台去做一个注册的动作 and this is it thank you very much 以上是我们的机师的一个展面 现场的一个展面 谢谢 好 ok 谢谢丁于 谢谢那个Mate 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发问 ok 那那个火底侦测的那个部分 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说 呃 现在很多人是会用那个手机吗 放照片 或是放影片 去用片的吗 那现在有些那个 这个是什么 口罩 他的口罩是 就是类似那种画的 3D Mask 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那种 我有试过 Mate Andy is asking if we have a test a 3d mask or other similar mask that they try to just cover a partial of the face and be detected by our liveness check so yes our liveness check technologies we have we have a few actually we have a liveness check for cell phones we have liveness check for CCTV cameras for access conference so on yes we we do train and we test our liveness checks for all possible types of spoofing attacks yes including 3d masks video attacks so real time videos on a PC screen printed photos and so on yes we have to go through different ways that we are training this the definition of the image we have to do different inputs this is different ways including 3d mask including video photos or or even if it is the image on the image we have to do different ways we also have to do different ways of the image of the image because now we have the latest technology that is about 把可能不是真的人 然后去做一些影像的部分 那今天假如你是用video 系统就去判断说 他其实不是真人 那这时候就可以做到这样的部分 那我们在东南亚也有 被一些政府认可 因为他们有做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部分 那我们有直接获得政府认证 然后他们也是拿来做所谓3D mask 他们有带一个 Tonna Trump的一个假的面具 这些的 那我们都会判断出来 OK 好那问一下界面的部分 你们的那个平台上的界面 有没有支援中文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是中文厂 都会被问到 But Andy is asking if we support the localizations for our GUI like traditional Chinese or even Right now we don't have 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course but it's a simple web-based user interface so localization is not a problem it's easy to change the labels 所以我们的方式是透过语言包 所以说今天客户根据他们的需求 那甚至于说我们可以改变一些包含logo的设定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网页型的一个界面 所以说我们这个logo的部分都有留给客户 今天假如说它今天是特定的一个企业或是公司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那个smartface的logo 直接改成 它的客户的logo 因为这样子在刚刚的这种什么欢迎画面啊等等的呈现上面会更好 会更提升这样客户的体验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直接提供的一个服务 那只要说他们对应的界面想要改什么样的语言的话 那由客户协助我们翻译 那目前的话还是以英文为主 OK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在COVID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都还有出差去做一些local的那种demo啦 或者是展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 其实都是拿Innovatorist的去做展示啦 因为自己实测起来 那个时候几个方案实测起来 Innovatorist虽然是蛮准的 所以因为你在现场做CMAT去展的东西的时候 客户一定会自己玩 然后客户一定会跟你说 你把我的脸把名字加进去 我试试看我怎么不准 然后他们都会很肯玩啦 所以他们都会去试这个不准 所以如果拿一个Nokta的会很丢脸 我们那时候都是拿一个Message去秀的 所以都还不错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说那个自动学习的这一块啊 那对啊 照这个逻辑上来看 它是越算越准 就是你整个准确度来说越来越高 那我就想到一个状况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 胡子很容易长长的那种 那他一开始是照片是没有胡子的 慢慢的就是胡子越长一长 假设两个月后他胡子爆长 那当然因为透过Auto Learning 他都还是可以被认得到是同一个人 那他忽然有一天全cut 全cut 再回来 也是可以被辨识到的对吧 也是可以辨识到的 他并不是学习到最后一个Stage 就是recognize那个Stage 他是全部的State 他是会去平均那个参数值 而且今天也要想见一个情况 其实最近的环境其实不太容易发生 是因为你大部分的脸其实是被cover 你平常在进出这些公共区域的时候 其实都是佩戴口罩 所以那个所谓容貌上的一些改变 比较偏向是脸部以上 就是一字以上这一块部分 可能今天你因为没有盯着摄影机看 所以你被覆盖的范围是一些侧脸 所以你其实真正秀出来加上口罩 你可能才30%的眼睛的部分 甚至你还戴了眼镜 然后可能因为他眼镜反光 或者是墙背光源 比如说大楼很多玻璃 然后整个墙背光源 导致你那块都不清楚 也是有这种很多情况的 这个其实在暗场一直不断的发生 所以我们才根据这样的需求去 提供这样一个功能 否则如果今天 以业主端或者使用者端 他们要做这些参数的调校 是非常困难的 那系统可以自己学习 那当然是最好的 他就不用去每天去面临这个问题 然后每次都要call服务 所以其实这个功能目的就是为了让 我们一切都是以使用者为出发点 我想这个DNA跟灵魂是跟NX完全是一样的 使用者是越 对 使用者越简单 然后他越容易上手 然后他不需要去处理那些技术问题 系统都帮他做好 嗯 OK OK 然后我们有个问题是 就跟我刚刚问的一个一样 就是说有一些口罩 他可能那口罩造起来 他还是一个人脸 然后他可能是个香肠嘴之类的 他会不会把它辨试成那是我自己的脸 他就是 第一个他会不会认得那是个Mask 第二个是他会不会就变成 如果不把它认得Mask 以为那是我的脸 造成我的形貌改变之类的 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做测试 那包含所谓这种3D Mask 3D Mask是cover整个脸 那就更夸张了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 那另外的话 其实因为COVID的关系 所以我们其实针对眼睛周遭的特征 没有做一些强化 所以说今天其实 其实很多的特征结局 反而是从眼睛的部分 我们有时候开个玩笑 说今天假如你上报了 然后故意打了一个黑霸 所以其实看不出来你是谁 所以其实人是很容易 要从眼睛周遭这边去判断该原的身份 所以我们有特别强化这个部分 嗯嗯嗯嗯嗯嗯 OK OK 我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一直对那个 因为我一直有收到那个 request 是那个就是上班打卡的这件事情 那中国的人民变质软体 也特别爱做这件事 就是我刚刚 你们说那叫什么 feedback feedback board 还是什么东西的 feedback screen 或者是回馈画面 或者是做这种人员打卡这些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们那个上面是 我看上面是 会出现你现在这个人 然后跟你的那个database比对 这样子的 这样一格是一个人嘛 right 那你们一个画面上能秀几格 它会秀几格 它会秀几格 主要是一个 主要是一个 一个 那我刚刚看上面有秀两个以上啊 就是它不是会这样出现 然后叠过来 那个叠过来的部分的话 是说 如果在欢迎画面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它是 欢迎画面是 主要是针对通知这个 当下那个该人 而且它会有三种通知 它不会只有一种 就是说它比对到才通知 它会有包含 它有没有佩戴好口罩 或者是说它是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它是 不知名的人 那它就会请他 可能它是访客 所以请他去注册 请他去柜台 登记或是注册 所以它的 有几种 但是它不是说 我同时间 会几个 那通常我们的设计就是说 可能一个通道 就是有一个 萤幕 那那个萤幕可能是 坐落在这个闸门机上面 那其他闸门机 它是为了放这个 平板 测温平板 或者是说 一个摄影机在上面 可是对我们的设计来讲 我是用既有的摄影机 对不对 然后触发这个 这个闸门机 然后闸门机上面 有一个小的 Feedback Screen 告诉他说 今天欢迎Andy来 然后Jason 可能是VIP 所以欢迎你来 请到几个 这些 Feedback Screen 上面就可以直接写 那这个是这个目的 而不是说我今天看到 全部人员的一个进驻 那当然我们今天也可以透过 第三方的整合 另外有其他的系统 那这个都是有解决方案 那但是Innovatrix 其实是专注在这种 比较演算法本身 还有一些 简单的使用者界面的应用 那更多的一些 比较复杂的应用的话 我们通常会跟第三方去做 整个借鉴 也有很多这种 所谓 所谓 check in the 10 channels 比如说 昨天 可能跟一些其他厂商 IRA 或是这些 那这种都是另外的整合 OK 那再来就是化妆 makeup 如果画大浓妆 先不讲cosplay 就是只是画大浓妆 这种的也辨识得出来吗 嗯 这种也辨识得出来 因为其实主要还是眼睛的部分 眼睛那边特征值 大概占了整脸的话 超过7成 嗯 哇 OK 这也是 其实是一种算参数的调整 因为真的是因为因应covid的情况 嗯 但是有的是眼妆 比如说 正常人化成凤眼之类的 然后眼影化很重之类的 它也都可以吗 它也都可以 只是说这个部分的话 它当然所谓我们讲的伐值 因为下面其实我们刚刚一直都会有一个score 那个score是我用了多少特征点去做比对 它可以换算成准确率 比如说今天假如至少用了40个以上的话 其实那个准确度都已经超过95% 那所以说你刚刚看到它八九十那些都是99% 都只有万分之几的错误 都是99.9%几这样的一个准确率 因为我用了超过80个特征点 脸上的80个特征点去做matching 所以你假如对跟错 用简单的数学来讲对跟错 你是2的80几次方的错误率 所以其实0.000几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准确的 那你看到其实Mate戴口罩的情况下 那个法值都 那个score都已经超过40 其实都还在95% 好哦 好哦 没问题 那另外这边是可以分享一些跟NX的合作 我们在澳洲 南澳的部分有一些都是被政府认可 所谓他们一个 叫做CBS这样的一个政府单位 他们主要是处理一些娱乐场所 这样的部分 那我们其实正在写这个所谓成功案例 因为我们已经被政府认可 然后有超过20个site 有在用 他们就是 跟政府的一个资料 不做接接 那只要人员去那边 可能做一些赌博啊 或者是相关娱乐性的 包含喝酒啊 这些的话 那他只要这个场所一大 他们都需要用脸部辨识系统 所以 预防任何事情 可能不好的事情 或是犯罪的事情 所以他们都会跟政府的系统 做及时的工作 那这个在南澳洲 已经是有 有这样的一个建制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即将去做的一些建制 会做落在东南亚的国家 也是被政府认可 那刚刚您提及说 这个中国的演算法 那总共有四家厂商被认可 那我们另外三家都是中国 Innovetix是唯一一家欧洲的厂商 国外的厂商 那我觉得这是很高度的认可 那是未来 所以 该政府十年内所有政府相关的标案 都只会用这四家厂商 是那个泰国国防部那个吗 不不不不 是某星国 星国 对 已经被星国认可 所以有很多相关的应用 另外也有相关的状案 是关于这个零售店面 做大数据分析 那他们也是在星国那边 那他大概有300个据点 对 那那个都是正在进行的 对 所以其实 其实是 未来会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相关的建制 那那个VMS的平台 也都会是NX 感谢 我以为你要说泰国国防部 那明明就有NDA 不能说 哈哈哈 我们都说 都说是 都说是某国嘛 对啊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各位 那我其实就是这种Live Demo的 这个Webinar 其实都会还蛮吸引人的 因为就是可以实际看到画面 那 其实在这个 我们通常做Live Demo的Webinar 通常问题会少一点点 因为 大家可能想问问题 看到Live Demo 都已经秀出来过了 所以问题相对都会比较少一点点 对 很合理 对 对 然后要问的是 台湾有没有成功案例 台湾 有 台湾有成功案例 那主要都是针对一些商业大楼的部分 对 OK 商业大楼 它有能够分享的吗 基本上的话 现在很多 他们可能就是先建制一两个Site 然后他们是针对整个专案 对啊 所以说现在才比较是偏刚起步 但是是有成功案例的 OK 好的 好的 你刚才说 如果在亚洲区这边 通通都是您跟Mate 在看的 然后Mate是做技术支援 对吗 对 主要以技术支援为主 好感觉很可靠 哈哈哈 谢谢 好 因为整个 其实建制的话 我们在亚洲有四个 四个人 那四个人的话 其实包含印度 印度也有一个代表 那里有另外一个同事跟Mate 也在新加坡 然后我自己本身在台湾 所以这样四个人的建制 那 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是从监控部来的 所以说相关监控啊 门禁啊 这些实体安防的 跟脸部辨识演算法的结合 会是我的抢项 Mate在公司的话 已经超过十年了 所以他刚毕业就在公司 一直到现在 所以说他整个 从 所谓 因为我们是生物辨识背景 那专注的 其实一开始是大型资料库 我们在东南亚建制 都有上亿比的这种资料库 也是政府专案类型 那他也可以跟Smart Face做接接 所以他们的应用就是警方在街上 可以用即时影像 或者是录影片段 传到大后台去做这个 刚刚讲的 比如说犯罪调查 录影调查 录影调查 这种 去做比对 或者是警方直接用手机抓拍影像 去跟大后台做比对 那大概 因为网路环境 东南亚很多网路环境不是那么好 所以他们差不多花十秒 就可以丙对出该无身份 那那个是一对两亿比 因为那个资料库目前是两亿 OK 两亿那我就知道是哪个国家 是是是 人口 也不多 也不多 所以我们都是专注在这种资料库的比对 一开始 那当然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整合应用 这些 那讲到那个两亿那个国家 所以你们穆斯林便是也都OK 也都OK 刚刚有讲嘛 一开始介绍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非洲的相关的市占率超过六成 那种包含就是国民身份证 然后还有包含一些电子投票 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电子投票 那个投票的发费很高 如果要印紫本 因为有些国家的选举人资格比较低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参赛 所以他们选举的名册可能超级厚 大概这么厚 对不对 那每个人要投票人手一本 其实那个成本还不如做一个这种电子投票的机器 我们都有做这种相关的 那种就是纯粹的黑肤色纹纹 所以对某些系统来讲是很难辨识 但我们都可以 好 那再来是计价方式 就是你的license怎么算 它是以Channel算还是 主要的话Smartface会有两个管理员 第一个就是Channel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DV的Size OK 那我们通常会打包成一个package 让客人比较好了解 对 所以是依资论和 CEO的Risour 区域都没有另外进具 那些模组都已经涵盖在里面 主要的话就是还会有服务费 因为软体的话 他们有这个每年的 如果说有需要升级 有需要这些持续的整合的support 因为你一旦当我们讲系统整合商要整合的时候 他会需要问我们很多问题 那种服务费 这种每年的服务费 是会去另外收取的 除了这以外 其实没有另外的费用 好 对 那刚刚讲到所谓mobile app 这个东西的话 这种注册的用的mobile app 我们是当做channel在计算 所以假如今天有两三个柜台 那两三个柜台 你可以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channel来计算 比如说你需要什么 三台手机可以负责注册 那时候就给你多三个channel 所以mobile也是 可以当做 就是以channel来计算 这样会对客人来讲比较容易 他就会懂 那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你可以即时帮可能访客拍照 他就可以直接上传到smartface的信息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各位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有任何问题都还是尽量欢迎email给我 跟jason或是这个定语 其实我们跟伙伴之间的整合合作 都是算是蛮密切的 我们不希望给客户感觉到说 我今天要用这个方案是买两套系统的感觉 所以说基本上你今天不管是买些东西 找到我们其中一个人 我们其实都可以帮你搭在一起 你不会有找不到人的这种概念 所以就算你有任何问题 关于innovation的问题 你忘记他的email是什么了 你寄给我们 我们也都可以帮你engage过去 没有问题 所以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再联络我们 连衣服都快穿一样了 我们再一个好像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参加 那我们今天上午的session到此为止 那下午还是有另外一场innovation的英文的版本 那就是由made做整个主讲 以及这个live demo 所以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来听 通常上下午这个中文英文会稍稍有点不一样 就是内容应该是一样的啦 但是即兴演出嘛 就是可能稍稍有点不一样 所以有游信去听也都还欢迎再参加下午场 OK 好 那这些我们也都会录成影片 未来会放到YouTube上 所以也可以欢迎到YouTube上面去搜寻Network Optics 可能大概一两桌吧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录影的资料 想要再重看一次多了解一些的 或是share给你的伙伴们的 都欢迎看一下 OK 好 那就感谢各位 谢谢 感谢各位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秦宇 谢谢大家 谢谢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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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午见咯 谢谢 下午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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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